哈喽今天的视频呢想和大家做一个开箱分享 因为这几天集中收到了几个包裹 那我想就顺带和大家一起做一下这个开箱视频 因为最近各大商家的活动还算挺多的 虽然黑五还没有到来 但是各大商家已经推出了不同的活动 那我自己就买了一些美妆品啊 还有平时做饭需要用到的食材 那我们首先呢先从美妆品开始看好了 美妆呢一共有三个包裹 我们先拆一个最大的好了 这个应该是North Droom的吧 对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娇兰的产品 哇 看 而且它好像是有礼包的 哦我想起来了 这个是我订的娇兰的产品 North Droom前段时间有这个全场美妆八折 然后我就订了娇兰的产品 其实本来可以从Sephora订的 就是Sephora VIP 但是North Droom那个时候还送礼包 所以我就是从North Droom订了 而且它那个活动抢在Sephora之前 哇这个就是那个礼包耶 这个好像是North Droom它自己的礼包 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娇兰的GWP 订了两件产品 一件是这个大火的附远蜜 还有就是同款的精华 我买的都是最大妆的 附远蜜是50毫升 精华它只有一个尺寸是30毫升的 我最近有时候会看一下小红书 然后有些人就说这个产品非常非常的好 这两个产品用在一起就是 1加1大于2的那个功效 所以我自己还挺心动的 我看网上的评论 这个修复精华 好像100%的人都说它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后这个附远蜜呢就是大多数人说它是好用的 也有人说它就是一般 我自己还挺期待的 然后江兰他送的这个GWP好像有一个面霜 这个是什么来着 这个好像是一个精华水吗 兰花系列的 但是我没有用过精华水 然后这个是片状的吗 这个是眼霜 眼霜或者是可以涂在唇周围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一个面霜 这个面霜我以前好像用过 就是一个蓝瓶子的这个兰花面霜 然后这个是Nostrum它自己送的礼包 好像是满125刀来着 它就送一个礼包 有这个Philosophy的这个截面 然后这个 这个是Fresh家的玫瑰面霜 玫瑰保湿面霜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Tata Hopper的一个面霜吧 这个字好小啊 哦不是 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面膜 冬天我非常爱敷面膜 啊这个是那个 爱莫莉的 这个不错耶 爱莫莉的面霜 Intensive Cream 爱莫莉加东西还挺贵的 我觉得 然后这个 这个是Mura的一个 面油 好像哦 是维他命面油啊 多效维他命面油吗 然后这个是 这个牌子我不认识 Paula's Choice 翻了一下这个片状里面有一片这个Lamere的 还有这个 僵硬式的双脆精卦 这个我自己 一直是挺想 就是试的 我觉得刚才这一单Nostrum的要比在Sephora买划算很多耶 Sephora也是打八折 但是他不会送那么多的礼品 然后这个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Skinterax的 这个 Darfin的精油 然后还有一瓶这个解面 想要一个是Caudalie的这个 是一个 里面这个掉出来了 这个应该是 叫什么来着 精华水吗 Darfin的东西我买了一个是精油 精油这个是八花精油 然后再买了一个洁面 这个洁面好像也可以做西装乳来用的 我一直想试这个Darfin的八花精油 但他们家的东西如果要打折的话并不是很好买 Skinstol和Skinterax上面 不是一直会有这个产品 就这个产品会走得特别的快 我是那个时候好像正好看了一下Skinterax 它有这个产品 然后那个时候有活动是买两件Darfin的产品 可以打七五折 所以我就买了这两样 Darfin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精油 有玫瑰啊 橙花啊 然后羊柑橘啊 就是会有不同的功效 比如说玫瑰好像是保湿的 橙花是亮白的 羊柑橘好像是适合那种就是油皮或者是镇定肌肤的 那八花呢是他们这个精油系里面最贵的 因为它是一款比较全面的一款精油 它其实就是美白保湿抗皱于一体的一款精油 它这个精油只有15毫升 好小啊 哇那么小 你看这个盒子这样大 然后这个精油那么小 但用过的人都说这个效果很好 而且它的用量很省 只要一到两滴 大家都建议晚上用 像现在秋冬天 我晚上护肤步骤里面一定有一部是精油或者是面油 这个我应该可以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用了 然后为什么还会选了一个洁面呢 因为我之前买的这个 Elimus的这个玫瑰洁面 它也是这种洁面乳没有什么泡沫的 我的使用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在想入一瓶这种很温和性的洁面 这种洁面非常非常适合冬天的早上来用 因为它没有任何泡沫 它又很温和 而且它的香味非常非常的好闻 早上起来就是闻着心情又很好 很舒缓 那接着这个包裹呢 是雅诗兰黛的 应该是给我妈买的 好像是雅诗兰黛前段时间有买衣送衣的活动 我有放在那个Instagram story上 然后通知大家 它有买衣送衣的活动 我已经给我妈囤了好多雅诗兰黛的产品 这个一个是小宗瓶脸部精华 还有一款就是小宗瓶的眼部精华 它是买两瓶只收一瓶这个小宗瓶脸部精华的钱 然后这个镇妆的眼部精华 它就是送的 然后它还送了一个中小样 照理的话结账的时候可以选三个中样 但是那个活动就是很疯狂 很多人都在抢这个Dior嘛 所以它的中样也走得很快 我选的时候已经只有剩下这个眼霜的中样了 这个是给妈妈的 那接下来两个包裹呢都是来自亚米的 有一个我已经拆开了 是昨天收到的 昨天晚上我拆了一个 这两个包裹呢算是亚米这次双十一的预热活动 那亚米网我自己订购的也比较多 通常是会订一些家里烧饭用的食材啊 然后一些平价的美妆品啊 特别是一些片装面膜 那这次他们在双十一期间呢和那个同道大叔有合作 同道大叔我平时在微博上也会看一下 他就是那种星座运势的一个微博账户 有时候看看还挺有趣的 然后推出了这个十二星座的这个小玩偶 因为我是射手座嘛 然后他们给我一个大的射手座的一个玩偶 天平座 然后这个是什么来着 水瓶 这个是双鱼座 胖哥就是双鱼座的 然后这个就是摩歇 然后处女座 这些十二星座的玩偶呢 我会挑选出一些平时和我在instagram和youtube的视频下面 互动比较多的subscriber 然后给他们送出 那作为一名国主呢 这次优先享受了亚米网双十一的这个优惠活动 这个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次我入了一些什么东西吧 都大多数是一些食材 好像也有美妆品 套墨 套墨 天哪 这个 这个应该是美妆品 对 这个是面膜 就是韩国的s&p的一个保湿面膜吧 这个其实是我第三次入这个面膜 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 它里面是有十片 而且它的面膜精华也很多 就我比较喜欢冬天早晨敷一片 然后可以保持一整天的肌肤 就是比较的水嫩 而且后续上妆也会比较的服贴一些 这个 这个也是面膜 不过这个是Leaders的面膜 不是保湿面膜 哎呦妈 天 这个是订了五片 其实我想订那个Dr.Jar的那个蓝款的保湿面膜 但那个时候缺货 订的时候 接下来应该就吃了吧 看看一下还有什么美妆的 好像没有这个冬天必备的火锅底料 这次入的是海底捞的 其实我是想入那个熟酒香的 熟酒香的牛油 熟酒香的青油我之前吃过我觉得很喜欢 那这次呢我看到是有牛油 想不到一会儿就缺货了 它那个牛油火锅底料走得非常快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评论 好多人也说这个海底捞的青油火锅底料 不错 而且有些人说它最主要是比较的麻 像我这种就是现在不能太吃辣的人 但是我又很喜欢这个花椒的那个麻味 我觉得还挺适合我的鸡蛋 然后这个 这个是德成杭的干贝 我有一次跟我分享和大家分享 这个德成杭的干贝 那个时候入的是中耗的 这次入的是小耗的 其实在口味上没有太多的区别 就是价位上有可能 小耗的会比较的便宜一点 看这个是小耗的 我去拿中耗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中耗的大小 然后这个是小耗的大小 其实口味上是不会有太多区别的 上次入中耗是因为它那个时候 中耗正好有特价 所以入的是中耗 这个就是平时做汤啊 或者是炒饭啊 就放一些会增鲜很多 这个好像是零食 这个是家乡味的山楂条 这个我好像在超市里面没有看过 然后我看网上评论还不错 我尝一下哦 它里面是有小包装的 还挺方便的 我觉得它吃起来比较像小时候吃的那个山楂片 但它就是做成是条状的 不是那种片状的 但口感还不错 还蛮酸的 是我喜欢的那种 黑豆粉 养生产品 我记得好像还有个 对 还有个黑芝麻粉 养生产品 我之前不是买的那个 等我一下 之前不是在亚米入的这个吗 原味芝麻 黑豆浆 我已经快要吃完了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好 它很香浓 但是它一点都不甜 那这个在亚米网上走的也非常非常快 我这次订的时候就没有这一款 所以我就分开订了这个黑豆粉和这个 黑芝麻粉 它里面也都是没有糖分的 如果你要一些甜的话 你可以自己加糖 平时冬天早上可以冲个牛奶啊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健康养生 这个应该是第二次入了 加香味的龙口粉丝 上次我有入过 我觉得他们家的粉丝还不错 不是那种特别容易糊 而且特别容易碎的那种 烫火锅很好 然后豆子 豆子有这个 有机黄豆 然后有机黑豆 这种有机黄豆是我们家必备的 我平时经常会用那个豆浆鸡做豆浆码 所以黄豆还是必备的 那黑豆呢 我有时候会烧粥的时候 或者是煮饭的时候 里面会放一些这个黑豆 糙米 这个算是粗粮吧 其实糙米的就是口感肯定没有大米饭那么那么的好 所以我平时会在大米饭里就是加一些这个糙米 或者是和黑米一起煮 这样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单纯的糙米的话口感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营养价值比较高一点嘛 这个是啥来着 哦这个是恒顺的镇姜香醋 哎呦妈呀又是包的那么紧 恒顺的镇姜香醋 它有三年成和六年成的 这次入的是六年成的吧 六年成的通常我们家是用来蘸酱的 三年成通常是用来做饭的 因为我们家那瓶六年成的正好要用完了 所以我就入了一瓶这个六年成 这个在亚米网上走得也非常非常的快 这个醋 然后还有我们家平时必备的这个海天酱油 一瓶鲜酱油 这个是我们家入的第三瓶海天酱油 这个这个是黑豆水 黑豆水我试试看那个谁 就是吴欣他在小黄书上推荐这个黑豆水 我平时编辑视频啊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 我吃零食很少 但是我冬天喜欢喝一些饮品 就是喝白水有点太无聊了 所以我挺爱喝饮品的在冬天 包括刚才我之前说的什么黑豆芝麻粉 这种冲的饮品啊 那我这次看到这个黑豆水 这个还挺健康的 它里面好像是那种带装的 冲起来也比较方便 而且黑豆水对女生也比较有营养价值嘛 这个是什么 一包这个桂圆肉 桂圆肉我冬天用的还挺多的 我会用它做粥 就是喝红枣啊黑米啊玉米还有这个红豆啦 连心啦就是放在一起做粥 然后这个 这个是奶茶 其实我很少很少会买这种现成的冲泡式的奶茶 我也是看了别人说这个很好喝不甜 而且茶味很重 所以我才入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平时编辑视频什么 我就喜欢冲一杯这种饮品在旁边 我现在正好说话也说的挺多了 我们去泡一杯这个奶茶吧 它这个奶茶是条状的 就是一次可以冲一包吧 这个奶茶是新加坡出的 像我平时也会自己做奶茶 但是比较脱懒的方式就是泡一个茶袋 然后里面放一些奶 就是不是很讲究 但是我就是喜欢喝这种热饮 在冬天 倒入开水 把搅一下 我没有放很多水 因为我怕水放的太多就比较稀释不够浓 让我来尝一下这个奶茶 首先它不甜 这个是我喜欢的 我不喜欢那种就是里面糖分很多的饮品 有可能是因为我水放的不是很多 所以它喝起来还挺浓郁的 我觉得茶味好像没有我预计的那么那么的重 但是也是有的 就是普通的就是红茶的那个味道 但整体来说还不错 还挺香浓的 接着呢我们继续看 最后好像是三样美妆品 我刚才忘说了 这两样肯定就大家熟悉的 Kiss Me的眼线笔和这个睫毛膏 其实平时如果没有用会活动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些贵的在这边买这个日系的产品 所以平时我还是会选择北美这边开架的产品 但是趁着打折的时候就可以入一下这些日系开架产品 眼线笔我买的是黑色的 睫毛膏好像买的是棕色的吧 最后一样是这个 这个是柚子卸妆乳 我之前 哎呦这里 我之前不是入了他们家的这个柚子卸妆膏嘛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特别那个气味 我已经快要用完了 看快要挖完了 所以这次呢就入了他们家的这个同款的卸妆乳 那今天这个开箱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咯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